大哥 您看现在人啊 为什么离婚以后再结婚比初婚都难呢 这个 人结婚呀 他为什么离婚呢 那肯定是苦了 有矛盾 受过苦 生活的这个 蹉蹉吧 再结婚他肯定他一定要 选一个把以前那些的 不管是男的女的 对方的坏毛病没有的 是 这肯定是一个问题 下一个呢就是 如果俩人没孩子可能还好点 如果有孩子双方就有经济利益关系了 有孩子有经济利益 那肯定的 谁都照顾自己的孩子 是都得为自己子女招行 是吧 现在谁也别说谁亲 咱说正常人的话 你跟谁亲 除了你爹妈亲 就是你孩子亲 是啊 对吧 直接血缘关系 但是现在很多人挺奇怪的 就是你看兄弟比姐妹哈 比老公 比媳妇亲 也有这种人 他这个就是脑子灵不清 上人讲话 你跟谁过日子 你跟老公过日子 是啊 你哥你弟你妹 躺在那他他过不来 对呀 是吧 是吧 人家就有这么一种人 只要跟我们家有关系 那他表哥 都比你亲 哎呦 所以说这种人就别说什么二婚了 他头婚都不应该结 知道吧 选错了 对 所以说你要是作为一个二婚重组家庭 肯定你要看这人的脾气饼项 是啊 每个人的离婚他都有一个点 他不说 你看呢 哎 挺好 你仔细了解他 往深了一了解 肯定都有一个点 不是那么完美 谁都说自己的好 是啊 他都不是 不说自己的不是 对 对吧 这所以说很多问题吧 客观说就是 俩人啊 不在一层面上 就别往一块操 都觉得来讲再婚的话 不能说找一个犯第一次一样的 这种问题的 咱这么说吧 不是女的 你抽中华烟的人 跟抽都宝 都宝烟的人 他俩就凑不到一块去 层次不一样 他口味就不一样 对吧 所以你 你就说这个人的层次 他比应该也在一块 对吧 对 你说喝茅台的 跟喝二锅头 他能一样吗 是啊 他不是恰恰不一样 喝茅台他在什么地儿喝呀 对 二锅头什么地儿喝啊 是啊 他就生活圈呢 就不一样 想的也不一样 对吧 所以二婚啊 我劝还是大家 仔细点 一般的呢 现在二婚的也少 基本上都是那个 大帮 过日子 不领证了 你领了证 双方就有财产纠纷 是啊 对不对 他住的你家他不早了 你怎么办 你说他人又不行 甭管谁是谁 是男的不行 女的不行 都可能有最后住一年 俩人矛盾都出来了 是 是吧 你比如住那男的家 这女的就不走 你没办法 住的女的家 他男的不走 你也没办法 还是没了解透彻 其实我倒能出一个主意 啊 要真是二婚的话 俩人啊 租一个房子住 哦 外头租一个 谁也不欠谁的 不行 一退租 房租一人一半 对 不管是男的淘是女的淘 一人一半也行 都无所谓的事了 就是你一块过一年 合适 继续过 不合适 一退租 你愿意住你交房间 你不愿意住你走 这就完了 就这么个 挺简单的 现在这要说的话 要特合适 再考虑领不领结婚证 对